首屆12強棒球錦標賽 中華隊第一戰就對上荷蘭 不過出師不力 4比7輸給荷蘭 吞下手敗 出手 打著滿扎實的右外野方向的飛球 中右外野方向 打出去了 反向攻擊 這支拳雷打 馬上把落後的分數逃回來了 楊帶剛 手打席就轟出了拳雷打 儘管手打席 李日強棒楊帶剛一上場 就轟出了楊春炮 追平一局上半落後的一分 但之後中華隊就陷入苦戰 這球反方向 在右外野方向的飛球 蠻深遠的喔 沒有接到 這球 這球出去了嗎 自然飛過全力大牆了 剛好過大牆 也是一個反方向的深遠飛球 結果形成了一個兩分炮 台中中繼球場的強風 影響了球的方向 再加上先發投手 陳冠宇 補法壓制荷蘭打線 只偷了兩局 就被轟出了兩支拳雷打 四比一 中華隊就處於落後的狀態 而中華隊打線也不連貫 打成了一個內野滾地 衝本雷 又停住了 第四局跟第八局 都出現了絕佳的追平機會 但中華隊火力沒有發揮 留下二三壘的殘壘 荷蘭隊在第九局 就是不斷地不斷地運用攻佔三壘 然後深遠的飛球去搶取分數 而九局上荷蘭隊又連貫三分 比數拉開到七比三 雖然九局下中華隊追回一分 但最後四比七輸給了荷蘭 吞下手敗 記者綜合報導